2004年,A-Level 29 条 有三条Current Carrying Wire P,Q,R 按次序,P,Q,R Paced in the same plane in the air as zone 如果F per unit link Force per unit link between two long parallel straight wire 距離是Deep Up When each carrying current是一个A 即是如果两个一个A,力量就叫F 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Force per unit link 即是Force per unit link 就是F over L 即是你当作1米的力量 1米的力量就是F over L 其实方式的力量就是F over L MuLog i1,i2 over 2πR 如果L是1米 即是F等于MuLog 如果Log i1,i2 即是两个Current都是1米 A,over 2πR 即是F 我问你上面有多少个F呢? 首先我们也是一句 对方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这么快 我们才要知道力量的方向 我们想找R 即是最底的这条线 Force per unit link 就知道P对它影响是什么 P对R的影响 它们是1A 2A 都是向右走 即是同流 和流便会合在一起 就是这个 然后 接着 Q和R 它分开 把图子分开 是否会互相排斥 我就找红色笔 所以 R便会感受到 蓝色向上和红色向下的力 我们再调一调数 一个向上的力量 其实Force Per Unit Link Flats 就是 mLog 就不适合正负号 1乘2 over 2π 这个是 2d 2πr 就是 2d 所以等于 mLog 1乘1 約了 2πd 这个就是 F 当然L是1 我们看看红色 红色的力量是 F over L 等于 mLog 今次是 2x2 over 2πd 这就会变成 4 mLog 1乘1 2πd 1乘1 2πd 刚才说了 这是 F 所以这个就是 4F 所以向下就是 4F 向上就是 F 很简单的符号就是 4F-F 就是 3F 所以答案就是 D 也是那句 所以我们做Force Per Unit Link Flats 做磁力的时候 先找到我们主角的力的方向在哪里 接着再度公式 当公式的时候 亦都不用带正负数 Current 就直接带正负数 知道力量大小 就知道是哪一个减哪个 方向在哪里 所以答案就是 D 好了 Current